孝庄太后临终之前,她对康熙嘱咐道, 太宗山林丰安已久,不可为我轻动, 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, 就将我在你父亲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吧。 清朝太后崩世后,都会葬入先皇临寝,与其共葬, 成为帝后同学,国作之衡。 然而,孝庄的临终遗言却对自己的目的另有安排, 这样一来,就让康熙为了难, 一面是祖宗规矩,一面是祖母临终遗言, 无论遵循哪个,背弃哪个,都并非两全之法。 于是,康熙帝左思右想之后, 只能掀取了折中之法。 康熙根据他的遗愿, 灵就没有欲望圣经与皇太极合葬, 而是暂时安放在河北尊化的青东陵帝姐, 称赞安奉殿,这一庭就是三十八年, 就连康熙帝自己也未曾想到吧, 直到雍正帝上位才得到解决。 雍正三年,雍正帝下旨在赞安奉殿原处就地起见陵园, 将孝庄文皇后的灵鹫葬入其地宫, 下旨称其为朝夕饼。